詹姆士开刀师为绝莎莎不舍,时尚改版。 詹姆士金街下新美食外景节目八大综合台,詹姆士出走料理,主持,莎莎来站台。 提到电视圈进来不景气,节目收得比开得多,詹姆士认为只要做好本分就好。 本业是厨师的他除了主持,三年前还开始筹备做油泼辣子酱和坚果酱,投资源五百万元,食品加工业和厨师隔行如隔山,所以我走了很多冤枉路,花了很多时间研究。 詹姆士也透露以前有睡眠呼吸中止症,后来在医生检疫下开刀。 治疗鼻中隔弯曲,结果却失去正常味觉,后来花半年时间才复原,不过他睡眠问题仍没获得根本解决。 我以为我开完刀后会好,现在是坐住,不会打呼,躺住才会,但呼吸感觉是有比以前好一点,一个晚上也不会起来太多次。 而时尚玩家年底将收摊改版,阿翔日前曾在脸书表示不舍,还吃了鉴别饭,沙沙金透露当天是自己约的局,但不是鉴别,平时本来就会和时尚制作团队固定聚会。 但沙沙坦言对时尚喊停荡然可惜,还幽默直呼,以前可以骗吃骗喝,现在要自己付钱,因为我不是会去主动找美食的人,借由这节目才发现很多美食店。